保命全形论篇第25 保、通保、即保全、保护 保命全形,指保全生命和形体,做好养生 本篇从人体气血虚实与自然界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出发 指出人类要保全生命,就不能违背自然界阴阳五行的运行规律 而要以此指导养生与预防疾病 皇帝问道 自然界天赋于上、地载于下、万物俱全 没有一样东西比人的生命更宝贵 人依靠天地之气来生存 随着四十生长收藏的规律而成长 无论是君侯,还是平民百姓,都希望保全形体的健康 但往往是已经生病,而自己尚未察觉 让病邪激流,向里蔓延发展 日益深沉,潜藏骨髓之内,而不易治疗 我内心时常忧虑,想要解除他们的痛苦 应该怎么办呢? 齐博回答说 语如言的味道是咸的,将其筑藏在汽取中 可以看到有水渗出来 琴弦在将要断的时候,会发出失败的声音 树木败坏 叶子就要落下来 人在病重的时候,就会出现恶逆 人如果有了这样的真相 说明脏腑功能衰败 药物和针灸治疗均无效 因为皮肤肌肉受伤败坏 血气枯稿,并难挽回了 皇帝说 我很同情病者的痛苦 但心里还是有些凡乱不安 治疗不当凡使病是加重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取代 百姓听了 认为我是残忍的人,怎么办才好呢? 喜伯说 人成形于地而命负于天 天地相合产生人的生命活动 人如能适应四十的变化 那么自然界的一切 都会成为他生命的全员 能够知道万物作用的 那就是天子了 天有阴阳 人有十二经脉 天有寒暑 人有虚实 能够效法天地阴阳变化的 就不会违背四十的规律 了解十二经脉的道理 就能明达视力 不会被疾病的现象所迷惑 了解了八峰的变动 五行的衰旺 就能通达疾病的虚实变化 有独到的见解和果断的行动 哪怕患者那极其细微的像秋豪 那样不容易察觉的痛苦 仍然能够观察得很清楚 皇帝说 人生而有形体 离不开阴阳的变化 天地之气象和以后 别为久也 分为四十 月份有大有小 日行有长短 万物并生 实在是度量不尽的 根据身吟的细微知情 就能判断出疾病的虚实变化 我想请问怎样用针刺 解决他们的痛苦呢 喜伯说 木遇到金就被折罚 火遇到水就会熄灭 土遇到木就会通达 金遇到火就会融化 水遇到土就被恶绝 万物也是这样 不胜枚举 所以用针刺治疗疾病 能够加回天下人民的 有五大关键 但一般百姓只知取用于时 以维持生活 对于针刺的道理极其奥妙是不知道的 第一是要精神专一 第二是知道养身之党 第三是熟悉药物的真正的性能 第四是智取鞭食的不同大小 以适应病情的需要 第五是懂得脏腑气血的诊断方法 这五种各有所长 先运用哪个 要是具体情况而定 近世运用真次 一般的用不法治虚 用卸法治时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能够按照天地阴阳的道理 随便化而施真次 就能取得如响应声 如影随形的疗效 医学并没有什么鬼神 只要懂得这些道理 就能运用自如了 皇帝说 我愿意听你讲一下用真的道理 喜伯说 凡用真的关键 必先集中思想 待五脏虚实已定 脉的久后已明 然后下针 还要注意有没有真脏脉出现 五脏有无败绝的真相 内外形体是否相得 不能仅从外形上进行观察和诊断病情 更要熟悉经脉血气往来的情况 才可为人治病 患者有虚实之分 见到五脏的患者 不要轻易用真次治疗 见到五时的患者 也不要轻易地放弃治疗 在应该进行治疗时 就是一刻功夫也不能耽搁 在手碾针时 什么事也不想 针要光静匀衬 失真者需静下心来 注意患者的呼吸 观察真气所到达的变化 气之之虽看不见其形状 但如能细心体察 气之之始 好像鸟集合一样 气胜之始 好像气繁茂一样 气之往来 正如剑鸟之飞翔 而无从捉摸它行迹的起落 所以用真之时 当其气尚未治时 应该留真后气 有如横弩待发 当其气质之时 应该迅速起真 正如弩剑之即出 皇帝说 怎样治疗虚症 怎样治疗实症 齐博说 似虚症 需用补法 似实症 需用泄法 当真下感到精气质 则应慎重掌握 不失实际 真次或深或浅 取缺或远或近 后真取气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真次时 应集中精神 像面临深渊那样的谨慎 又像手握猛虎那样专一 全神贯注 不为其他事物分心 相关知识链接 天地和气 命之曰人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 由天地之气和和而生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 身体和外界环境密切关联 外界环境的运动和变化 可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人体 从而产生相应的生理和病理反应 如鼠热夏天 雨水较多 湿气较盛 这是观察来看病的患者 其舌苔一般都是偏黄厚膩 半有口袋无味等 这主要是肠下皮土当令 洗澡饿湿 自然界湿气较盛 则体内皮土受困 不能运化水湿 出现舌苔厚膩等表现 此外 外界气候 昼夜变化 及水土等 均能影响人的正常生理活动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也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表现 因此 就有了人与天地相应的天人一体观 在养生方面 更要重视人与自然界相应 春夏养羊 秋冬养羽 顺似时而是寒暑 协调脏腹阴阳气血之间的平衡和联系 才能做到保持健康 原文 皇帝问曰 天父帝在 万物惜背 莫贵于人 人以天地之弃生 似是知法成 君王众数 尽欲全行 行之疾病 莫之其情 留淫日深 助于骨髓 心思律之 于予真恩除其疾病 为之奈何 喜伯对曰 扑淫之位贤者 其其令其精血 贤绝者 其因私败 目夫者 其夜发 并申者 其生慧 人有此三者 是为坏腹 毒药无治 短针无取 此皆绝皮伤肉 血其争黑 帝曰 于念其痛 心为之乱祸 反甚其病 不可更待 百姓闻之 以为残贼 为之奈何 其伯曰 夫人生于地 全命于天 天地和气 命之约人 人能应四十者 天地为之父母 知万物者 为之天子 天有阴阳 人有十二截 天有寒暑 人有虚实 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 不是四十 知十二截之力者 圣之不能欺也 能存八栋之变 五圣更利 能达虚实之数者 独出独入 取淫之威 秋毫在目 帝曰 人生有形 不离阴阳 天地和气 别为久也 分为四十 月有小大 月有短长 万物并至 不可胜量 虚实虚淫 敢问其方 其伯曰 目得金而伐 火得水而灭 土得木而达 金得火而缺 水得土而绝 万物尽然 不可圣解 故真有玄部天下者五 前手共于十 莫知之也 一曰至神 二曰至养身 三曰至独药为真 四曰至灵时大小 五曰之府藏 血气之枕 无法去立 各有所先 今未是之次也 虚者时之 满者谢之 此皆众公 所供之也 若福法天择地 随应而动 和知者若想 随知者若应 道无鬼神 独来独往 帝曰 愿闻其道 其博曰 凡此之真 必先至神 五藏已定 久后已备 后乃存真 众脉不见 众凶浮闻 外内相得 无以行先 可晚往来 乃失于人 人有虚实 五虚悟静 五时悟远 至其当发 今不容顺 手动若悟 真要而云 静亦时矣 观世之便 时未明明 莫知其行 见其鸟鸟 见其寄计 从见其非 物知是谁 福如恒母 其如发迹 地曰 可如而虚 可如而时 其博曰 次时者虚其虚 次虚者虚其时 经其已至 慎守无师 深浅在智 远近若依 如临深渊 手如卧虎 神无盈于众物